大力发展华文教育事业 创办的晋德学校和亚洲商业学院 不仅培养客家子弟 也为泰国当地的社会培育基因 受到了各界的好备 三 二 一 各位干杯 今天丁丁在泰国中华总商会 九楼王华堂 来参加泰国客家总会 第49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还记得这块板吗 全泰国所有的客家的会馆 商协会组织同乡会都在里面 客家人在泰国团结一致 这边都是贺兰都摆不下了 好长啊 泰国中华总商会的话 好多来自泰国各地的客家会馆的贺兰 蓝朗 北冲 格爱 青麦 客家妇女委员会 国他鲁文 北拉波 乌东 盘世洛 泰华九楼会馆是非常团结的 只要有成员有活动 其与八属的首长都会清零现场 我们找一下九属的祝福 潮州会馆 广州会馆 海南会馆 福建会馆在这里 泰国江州会馆 台湾会馆 泰国云南会馆 泰国广西总会 这太有象征性了 泰国泰国全州近江联合总会 天上圣母 马祖 找到我的座位了 好方便拍摄啊 睡也好 感恩客家总会的息息安排 先看一段泰国客家总会晚天 盛世客商荣耀太华 黄建华 黄建华 理事长 黄建华 理事长 先进入队 为客家总会的进步 发布献帝 客家人曾经是历史的客人 百年曾很俊变 现在大有不同 客家总会会歌 2023年9月29日上午 泰国客家总会 假的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厦 酒楼光华堂举办 第49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泰国客家总会前身为 泰国最早的 华侨华人组织之一集闲馆 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 以联络相宜发展商贸 共谋社会公益事业 及会员同乡福利为宗旨 多年来 盖会为推动太华社会的福利 慈善事业促进中泰友谊 弘扬中华文化 做出了巨大贡献 恭喜各位嘉宾上台 启动今天的纠职业例 我们还请先赞收音信仪 王宣华的主持长 今天也有各府来的 客家总会的各个分支机构 一起来祝贺今天的就职典礼 发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宗旨 团结服务客家相亲 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新建庙宇 营造精神家园 泰国客家总会拥有百年历史 重视教育 创办静德亚中两所学校 促进泰中友谊 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泰国中国总商会向贵会资予热烈的祝贺 泰国客家总会历史悠久 长期以来一直加强客树良一 积极促进各宿桥团队 是泰国资格最老 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 很荣幸地运行到我们九十位管 新的一位秘书奖 就是得到万众年轻的新条理 陈毓荣先生 新 今天是周图家二节 也是泰国九属会馆的一个大喜之日 因为聘请当了一位德庚望重的新条理 作为会馆的秘书长 就是我们的陈毓隆会长 在历节理事会团结努力 拓展会故乡 总会不断成长壮大 今天的主人 泰国客家总会第49季理事长 王建华博士上台是 欢迎词 客家人开始移居泰国的事件 大约始于18世纪中期 移居到泰国的客家人为泰国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 同时在泰国华人社会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哇 这个舞蹈好硬结啊 乐神之功 泰国军事团歌手为我们带来的 中印太三语歌曲 暖暖的鱼翅汤 小猪猪 鲍鱼 还有辣虾 黄建华理事长 险副理事长上台为大家祝酒 哇 这好可爱 爱我 中华 乐山好诗 灿如霞 衙韵飘香 到客家 莫到天涯 无知己 相逢太华 化丧麻 泰国客家总会辉煌百年 在上真诚 中心住院在黄建华理事长的代理下 泰国客家总会蒸蒸日上 在庄 辉煌 哇 还有中秋月饼 谢谢小总 谢谢 中秋快乐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遅数盐 封数盐